伴伴的狀況是不完全純烈 我有跟爸爸講說 最後這個決定權 我交給他 以後會不會後悔 所以就 我說我一直講這個 然後就讓爸爸決定 光聽到純烈的時候 眼淚就一直滴 他問了我一個問題 就是說 在你看的這些純烈的孩子 有沒有人會怪父母把他生下來